即使只有一根弦 依然可以譜出動人的樂章 即使只有一顆氣球 依然可以帶你到很遠很高的地方 即使這個家不一定華麗 但是我們 愛上這一家 我們在家裡面成長 是的 愛上這一家要成長喔 妳小時候長到現在 妳有沒有想過妳的志願做過什麼 我跟你講 我小時候就在越南 我看到周圍的人有時候生病 都不敢去看醫生 因為越南沒有健保 所以去看醫生的時候要自己花錢 幾乎都沒有人去看醫生 所以妳想打衛生署長 不是 健保值署長 太崇高了吧 沒有 我是想當醫生 對 很崇高的理想 是的 那你呢 我最想要做的 每一年過年 我就一定拉著我媽媽 幹嘛 去看那個兒童服飾店 我要穿那一件 你說那個蓬蓬琴 那個嗎 我又不是吳基剛 我要看的是那個警察制服 想當警察 你要當菜眼啊 上面那很多志願啊 軍裝的 覺得很精采這樣 菜眼 你好 結果完全落宮 那現在怎麼辦 繼續吧 這已經過了報考年齡了 來不去了 對... 那她們呢 她們這些新住民的姐妹們 她們以前做什麼 她們現在想做什麼 真的喔 我也很好奇 是啊 我們今天邀請的是 我們今天邀請到四位的美女 是來自越南的丁世榮小姐 你好 大家好 丁世榮來自越南 職業文書處理 來自越南的阮翠衡 大家好 阮翠衡來自越南 職業美容業務督導 來自越南的裴氏月和 大家好 我是月和 裴氏月和來自越南 職業越南語教師 來自印尼的高美萍 大家好 高美萍來自印尼職業家館 這一邊呢 那就要給你了 好 這一邊呢 這是我們啊 大家政治標記 看到我們的這個職場達人 Paul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哈囉 Paul 嘗試過各種行業 累積豐富經驗的職場達人 歡迎來到我們會關大家 是 CD 另外 我們的老朋友 我們的資深媒體人江中博 兩位主持人 這邊四位新住民的姐妹 還有觀眾朋友 大家好 江中博 資深媒體人 擁有十七年的記者經歷 我們是下回糟條 真的 各行各業看了很多 來了就好熱鬧了 等一下可以請她來 給各位新住民的姐妹來 多多了解一下 沒問題 多多了解一下 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請她們來看看 她們現在到底怎麼樣呢 我想請問 現在你們有 目前有工作嗎 我有工作 妳做什麼事 我是在台電做文書處理的工作 然後 金飯碗 對我們台灣的民眾來講是這樣子 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趕快告訴我們的 新住民姐妹 金飯碗 讚 厲害 厲害 那翠衡呢 我是在一家很有名的公司 美商美麟凱 但也無都道 都道 外商 那兩位專家 對 其實外商的話 尤其是對我們新住民的姐妹來講 應該是一個非常好的工作 第一個可以發揮她們的語言天分 可能有一些可以學習中文的機會 又可以練到這個所謂的外文的機會 所以呢 可以結合你們的優點 加上你們可能有一群認識的一些 新住民的朋友 剛好可以透過你 然後跟外商做一個連結 做一個橋樑 非常非常的好 謝謝 那 月和 我現在是大部分的時間去教國小 小朋友越南語比較多 教越南語 是個老師 你是老師嗎 教語言 美平呢 我是家庭主婦 家庭主婦 她的職業叫愛上這一家 對的 才會這樣子 她們之前做什麼工作 我們知道要先來問問看 兩位專家 都是職場專家 到底Paul 我的職業就是換職業 就是一職業 這是什麼職業 專業就是在換職業 一年換二十四個頭 差不多 人家說幾年一年 這樣換二十個工作 差不多就是類似我這種 因為我從畢業以來 換過不下二十個工作 從這個所謂的科技業 到這個所謂的餐飲業 服飾業 貿易業 甚至這種所謂的有一些夜店 也有參與合作 對 所以基本上看了很多 非常非常的多 越換越大 越換越發 越換頭髮越少 壓力太大了 怎麼有辦法這樣一直換 對啊 其實也跟各位所謂 很多新住民的姐妹們分享 就是說 其實你像說要這樣換 大家都說滾石不生胎 你一直換 怎麼可能累積你的人脈跟精 對 也是 像感覺上好像很糟糕 其實只要把握住說 你每次在換 每次在換這個經驗的時候 把握你自己的中心價值 因為你賣的是 Paul這個人 Paul這個光頭 或光頭底下的東西 而不是直撐帶來 給你所謂的優越感 比如說警察 醫生 護士 你是依靠在這個品牌上 不是 我們賣的是自己自我 充實自己 充實自己的才能 基本上的話 你這樣越換越換 百換 百頁不帶其那個 其一 就是你自己 賣你自己的人 那基本上這樣換的話 就會越換越大 越換越順 越換越好啦 主播 來 退伍之前 我做過KTV的服務生 還做過快遞 只是我 這兩個工作差太多了 對 但我們那個年代的快遞 跟現在不太一樣 現在快遞是無所不送嘛 是 我那年代快遞 我是專門在幫人家送那個 大哥大BB Call 比方說 那年代 黃董 買了一台BB Call跟大哥大 想必不會操作吧 對不對 對啊 所以你要說明嗎 我就從通訊行領了貨之後 送到黃董面前 然後呢 為他專業解說 還有專人道夫解說 是的 然後呢 就是因為這樣子 我突然發現 我發現小弟的口才好像還可以 退伍之後 這小子還滿凌晃的 對 你講還可以 沒人說OK的啦 對啊 好 我終於知道 他頭髮是怎麼掉光的 被拔光的 對不對 你們盡量 後來民國大概83年退伍之後呢 我就覺得自己口才還可以 就從事了需要講話的工作 還是記者 就一直幹到現在 所以記者是說做最久了 對 所以我跟他是持 不一樣的力量 我不認為工作應該要一直換 等一下我一定要跟我們 新住民的姐妹講說 工作最好別換 從一而中 有一次換的比較特別的是 那個時候我本來還是在 當工程師 工程師換一換…覺得說 這個領域有點狹隘 我喜歡跟人家接觸聊天 然後看到各方面各業的人 但工程師就看了那台電腦 所以我決定換 然後我投履歷也中 結果居然中的是哪一家 你知道嗎 服飾業 而且服飾業那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他還規定就是說 前面三個月一定要再佔零櫃 你就是要在那邊第一個摺衣服 第二個客人進來 歡迎光臨 對 您好 對 然後第三個 要不要幫你試穿 試穿要滿不滿意幫你買單 所以這樣呢 我們從以前這樣 坐在這邊電腦前面 八個小時的工程師 變成站著十二個小時 一天要站十二個小時的服裝 燒壽園 對 剛開始的時候呢 那個大腿都是 靜脈曲張你知道嗎 屁腿啦 對 鐵腿啦 走回去的時候 他這樣扛腳把腳這樣扛起來 就完全受不了 但後來慢慢…發現說 真的還滿好玩的 因為每隔 每換一個工作環境有 接觸的人都是不一樣 以前都是工程師對工程師 工程師對業務 現在我們在服飾業的話 接觸到就是買菜的媽媽啦 然後一些上班的這些OL 然後職員 而且很奇怪 我們做到是這個媽媽 因為我們那個服飾店在菜市場 是 他每天基本上買菜的時候 看到你在裡面 沒有…假裝在翻… 我跟妳說 我早上那個我的兒子 又很不孝 昨天又沒有回家這樣 又跟妳聊天 對 其實他自然已經變成說 想要每天進來跟你聊天… 其實買衣服已經是其次 他想到看到你這個 騎拉殺手 對啊 騎拉殺手 對啊 師奶看到我都這樣圍起來 到後面要聊天還要白對嗎 就發現說真的 就是我們跟人的交往 從很慘痛占12個小時 一開始不適應 到後來覺得 後來就覺得都享受了對不對 對 可以跟人家分享一些 怎麼樣家庭裡面的一些問題 幫人家輔導 開導 所以他們看到我們就很開心 然後變成一個情土的對象 還滿有成就感的耶 是 那你有成就感 為什麼要換工作呢 因為 Paul一直想換工作的原因 究竟是什麼呢 話都講不好 怎麼可能會做什麼 我跟各位講喔 對 我就跟見老闆講說 你不妨啊 先拋開這樣的成績 看看他私底下 會做哪些事 結果你知道嗎 不問還好 一問之後 發現他光是切蔥 可以切成這樣 老闆可能是這樣切 那個新出名姊妹是 這樣切咧 那你有成就感 為什麼要換工作呢 因為聊完那一區的 大家都聊完 來 休息多人 每一個禮的都解決完了 要解決到下一禮的 只有中正區的施拉不夠 不夠 全台北市的施拉 對 到大安區 新一區就要換 那我建議你 直接出來選台北市議員 就選 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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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特別 對啊 海哥 他這麼特別 我們來問問看 丁世榮 你在職場上有沒有什麼特殊的 特別的經驗 特別的經驗嗎 我覺得即使工作方面 應該不會說難得打我們 就是人跟人 好有自信喔 人跟人 就是這個 就是相處方面比較有神問題 相處方面有神問題 對 可以什麼 跟我們講一下具體的意思是嗎 對 就比如說他不喜歡妳的話 他就會跟你相處得不好 然後可能是會找妳毛病什麼的 就是感覺說他不喜歡我這樣子 妳有沒有試著跟他們 有可能就是溝通啊還是怎樣 其實我一開始覺得應該是不會 就可能想說我是新來的不會嗎 可能問問說我覺得 我新來可能是不會 然後就覺得 就是有點白目這樣子 想說可能時間久了就會了 應該是可能是 我們之間的會改善一些這樣子 因為後來奇怪 怎麼越來越明顯 然後想說他不喜歡我這樣子 那妳有克服嗎 我又想說沒關係如果 我想說如果他這樣對我的話 如果我不會生氣 然後我在工作方面 或是我的景氣方面 不會生氣的話 那表現是我可以贏他 然後我的EQ變好 然後我自己克服我自己說 我不能生氣 我是想說就像跟平常一樣 沒有什麼事情這樣子 當作練功嘛 對啊 這滿好的喔 當作練功嘛 我講一個故事 給我們丁世榮姐妹聽 是 我以前訪問過一個餐廳的老闆 他是賣台灣小吃的 然後他店裡頭呢 也是有這樣子的一個新住民 女孩子在裡頭做事 然後他對 就是他們裡面的人 也對他有一些排斥 我就問老闆 我說你為什麼排斥那個新住民呢 他說不是啊 就覺得說他們講話都頓頓的 所以我直覺就覺得他做事 應該也是不靈光 我們台灣先入為主 對 我們台灣就講說 不靈光那就是兩光 就覺得說他頓頓的這樣子 那我就說 可是你有沒有觀察過 那他不講話 私底下做事怎麼樣 是 我說不用觀察 話都講不好 怎麼可能會不會 我跟各位講喔 對 我就跟這個老闆講說 你不妨啊 先拋開這樣的懲戒 看看他私底下會做哪些事 結果你知道嗎 不問還好 一問之後發現 他光是切蔥可以切成這樣 老闆可能是這樣切 那個新住民姐妹是 這樣切咧 就老闆 老闆就是老闆 老闆應該會害怕 對啊 可是你們又問我啊 那位新住民姐妹 為什麼之前不秀給老闆看 是… 老闆都排斥他了 他幹嘛秀給他看 他沒有機會耶 對 結果經過我千里英圓一線千之後 他就這樣切蔥是這樣 不…不止喔 周波哥你是他的那個貴人 對 而且我跟各位講 他也是越南籍 然後呢 他做了很多好吃的越南菜 所以我的朋友現在的餐廳 已經趕了叫台灣越南小吃店 結果你看看 經過這個 部會一解開之後才發現 他其實是個好手 而且老闆反而還沾了他的光 對 真的 所以我們還是要盡力的互相 一起做我們 還是要貴人幫助 希望您的同事或您的上司 也有看到這一段 是 所以你們自己也要表現 讓大家看見你們的優點 好 那越和呢 我有在研究所連書嘛 所以跟台灣同學的 有的時候 因為我們文化的方面不太一樣 所以有的時候 我關心他的事情 他認為是沒有禮貌 譬如是說 有一次我在電腦室的時候 我經過的 有一個台灣同學 他在那邊打電腦 我說妳在打報告喔 我這樣問好 然後他回來 就是很莫名其妙 他寫給我這麼長的一封信 因為和你非常沒有禮貌 從後面偷瞄我的報告 那妳有跟他解釋嗎 有說我沒有啊 我沒有嗎 回去就寫給他一封信 我跟他說 朋友 如果我今天不是妳的朋友 我會跟妳打招呼嗎 還是看妳是一個陌生人 你也有寫信回他就對了 為什麼不直接來跟他說 我倒是想要問問看四位 你們在家鄉的時候 你們都做什麼樣的工作啊 或者是有在這個... 在那個工作裡面 妳這個不同的經驗 妳對照現在 是喔 我在越南嗎 我是還是以那個念書為主 其他的時間就會幫忙 我爸媽做生意 然後有時候就會幫忙 整理家裡這樣子 因為我是老大嘛 所以什麼都大姐 是不是以身作者嘛 也算在家裡打工啊 打工啦 打工 對 家裡的人打工 所以那個時候 妳就有接觸人的經驗喔 有 就是 就是在人際溝通方面的一個 對 互動 那跟現在人際溝通上面 有沒有什麼差別 妳覺得 其實我覺得差別不大啦 對 同樣的體會 對 就是 其實只要妳肯說話的話 然後就是接受別人 就是敢說話 肯說話 然後接受別人 然後就是勇敢去表達的話 其實沒有什麼不一樣的 對 哪裡都是 其實人是很好相處的 我覺得 對 這不錯喔 到哪裡都一樣 那我看那個 翠衡妳一直點頭 那是很認同 對 我認同她的大東話題 妳以前在越南的時候呢 我沒做過事情 我家裡就是我跟弟弟嘛 然後呢 我家裡事情都是我父母幫我做 我來台灣五年後 我還出來工作 那我第一個工作是在 我們基隆的 舊的電線局 做 翠衡來台灣的第一份工作 究竟是什麼 賣那個 那很特別就是 每年四月份是不是很熱 對啊 那我還坐在那邊 四天而已 第五天 我這是呱唧症 我都落跑 真的喔 然後呢示範的時候到兩三點 然後妳筷子拿起來 妳的手就好像是中縫一樣 對啊 怕動 手會抖 那個麵放在嘴巴裡面 就不用搖了 我家裡事情都是我父母幫我做 我家裡事情都是我父母幫我做 我來台灣五年後 我還出來工作 那我第一個工作是在 我們基隆的 舊的電線局做當 賣那個泰國米粉湯 那很特別就是 每年四月份是不是很熱 對啊 那我還坐在那邊四天而已 第五天我這是呱唧症 我都落跑了 太熱了嗎 太熱了 因為路邊攤 那個又窄 人又多 太陽照又熱 因為路邊攤 它賣很便宜 而且它賣得滿好吃的 生命很好 那老闆娘就醒我一個 那我做的真的很辛苦 覺得我什麼都不懂 我想要有 就是想要賺錢嘛 有一點零用錢可以花嘛 然後自己可以想要買什麼 就自己來嘛 對 然後去那邊打工 才四天就 第五天就落跑了 因為我忍不住 生病了嘛 對 幫一個人做好多人的事情 然後好像三頭六十 都... 都... 都被壓榨的感覺 其實說不上去 對 然後呢 就客人很多 然後就一直跑 一個小小的那麼一塊 這樣都不能坐下來 真的喔 然後呢 示範的時候到兩三點 然後你筷子拿起來 你的手就好像中縫一樣 就... 然後那個麵放在嘴巴裡面 就不用搖了 嘴巴自己抖 因為我從來沒有工作而已 真的不行啦 這樣工作太苦了 不習慣 比較辛苦啦 對 很辛苦 後就不做了 那樂盒呢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就是必貨回來賣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就是 很會做生育 對 大學生就很... 很喜歡就是這樣子做 然後覺得好有成就感 因為我那個學費都是我自己 來負擔 我幫幫忙從這個錢 就可以付學費啦 對 真好笑 就是可以自己付學費了 然後可以學中文 因為我那時候是 在那個中文系那邊讀書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機會是很難的 那邊都會講中文喔 對 到那邊就是很多那個 接觸到不同的人 然後他跟你講中文 而且他們的那個口音啊 可以讓你那個進步非常非常的快 你不但可以賺到錢 還賺到語言 對 是很難的 一格兩格嘛 我大學畢業的時候 到台灣來這邊工作 就是在一家那個 就是電子工廠那邊當翻譯 就是跟著工程師 十二個小時都站著 然後幫忙他們翻譯 工程師 工程師 都做人怎麼都站著呢 對喔 然後那個他們就是看那種 就是電腦的那個面板 然後看裡面的那個缺點 然後還要你要知道那個缺點是 中文跟越南語是什麼意思 很難喔 那個真的很難 回去要看詐詐一點很久 然後還要跟工程解釋 要什麼照做這樣子 然後工作的那兩年 我就回越南 回越南之後呢 我就去做另外一個工作 就是在白梅醫院 當那個中藥診所的翻譯 那時候又學到不一樣的東西了 中藥 診所 對 中藥 就是把脈啊 那個翻譯不是更難 對啊 那是專業術語耶 那個在台灣 我們幾乎都是會講 空白空空 空天 空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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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信拔過罐嗎 他們不是有拔罐嗎 拔罐 對 蓋個那個透明的那個 蓋拆那個背後 然後重起來很大這樣子 紅紅的 然後還有一個那個 擦進去會 他們說什麼 水 放雪啦 放雪 那個好恐怖喔 我就說了兩個月說不下去 沒有看到血像妳一樣 就很怕 後來又是又到那個 人際中介公司當那個中文老師 這個月和這個例子 剛好我們講到說 我為什麼鼓勵新住民的姐妹們 有機會的話啦 還是可以多嘗試一些 不同的工作 我們剛才看到說 可能月和 那時候妳在這個 披這些小襪子 就是奠進妳中文的基礎 第一個 所以讓妳覺得 中文妳有興趣 妳有天分 妳可以朝這方面發展 然後像第二個 不管是什麼中醫也好 翻譯也好 更大的加強 看了很多不同面向 但是妳的這個 所有裡面的這個 核心價值就是中文 因為每一段裡面 它都跟中文有關 只是說跟工程師 還是跟小販 還是跟什麼中醫 所有的這個 這個所謂的不同的職業 都圍繞著這個 中文這一塊 所以相信妳以後 不管是找任何工作 只要妳這一塊顧得好 我相信妳現在不是在 教這個所謂的 大學裡面教語言嗎 對不對 所以剛好就拍妳這一塊 之前學了這些 都可以發揮的淋漓記 那美萍呢 我以前在印尼 在打賣場當 就是服務人員 服務人員 對 服務人員 因為在印尼就是 找工作 對我來說是比較難 因為印尼的工作就是 好像我們不是學歷的 好 才可以進去 我們也要有錢 要有錢 要有工作 那是什麼道理 我工作就要賺錢 給妳錢 什麼意思 我們先繳錢 先繳錢 對 先繳錢 我跟妳講美萍 在台灣的工作 十至八九只要先繳錢的公司 都是有問題的 就是有問題 那那個是 為什麼要先繳錢呢 對啊 就是好像 要拜託她 就是不是公司 好像公司的那個 她是叫保證金 不是保證金 不是保證金 要錢繳錢 通關 就是好像他 要打通關 要不然人家辦公室這樣 人家很進來 對 還有一個就是 看身高高高 像我一半的工作都做不了 對不對 就像是比較特殊的 像是空姐 空姐 很有實力的需要 或是要當模特兒 我們是要去工廠 大賣場 還是去 其實一般的公司也是 妳身高多少 妳可以告訴我們 到底要多少 妳還只是一百 一百六十 才可以進去 妳選空姐 比較好 她選模特兒還是空姐 對啊 這如果在中華美國是不行的 那我身高是 對 我答應你就是 我比較難 工作比較渣男 然後後來我想 就是有人介紹來台灣 打工 就是當外籍老公 那我去試試看 那在那邊也是一樣 那時候妳身高多少 剛好那邊的中學公司 對我很好 那叫我這樣子 對 變假的 自己來自己講 看起來很高一點 所以股主比較要你 北平妳大部分找到的工作 或者是妳應徵的工作 是什麼樣的工作 我們為什麼大部分都需要升高 對啊 有限制啊 我跟妳說就是工廠也是要升高 工廠 尤其是中華民國其實 對我們的新住民姐妹們 其實也非常照顧 自從民國一百年以後 就是您只要有這個所謂的居留權 或者說甚至有一些 我們之前也遇過一些 新住民姐妹們 可能因為另一半 就是離婚或離異了 已經沒有這個所謂的婚姻存在狀況 但是只要妳有居留權 所有的雇主可以不行 因為妳沒有這方面的所謂的 身分或地位的話 來否決妳的這個所謂的工作權 所以這些姊妹們要記住說 不要因為這些東西 講講好像真的不行 其實還是有妳們自己的權利 要好好維護 是 謝謝豆哥 對 你們要記得 就是有自己的權利 可以跟雇主禮職狀況說 我可以來工作 對 是 妳心目中最夢幻的工作是什麼 我跟你講一個小故事好了 其實我小時候在越南有打過工 那時候我是幫人家賣月餅 對 月餅 對 越南賣月餅 是賣兩個月的 賣很久 很早就賣了 就中秋節之前 是 跟之後 都有賣 都有賣 對 不會賣到過年 十兩個月的 沒有 就兩個月 沒有過期了嗎 沒有啦 就兩個月 那有一次我看到那個 一個明星 就是演那個白絲綢 穿白絲綢的女人 我有看過那個店 白絲綢的女人 很好看對不對 就 我看到那個明星 然後我說 妳要做他 不是 等一下… 我又描述他一下 他穿那個 就是月服很漂亮 好看喔 然後我覺得做明星好好喔 每天出門都可以 好漂亮喔 所以妳做到了啊 我們要問一下… 那Paul呢 他職場打 一直換… 那你心目中最夢幻的工作 是什麼呢 我其實對每個人 都有問過我這個問題 因為大家都寫過我的志願嘛 但我的志願 永遠不會是你做的工作 所以我永遠都有一個標準的啊 我現在做的工作 就是我的夢幻工作 對不對 你永遠如果我 我也分享過很多 在演講場合 分享過給很多一些職場的朋友 包括新住民的姐妹們 他說如果你永遠只是 我想要做比如說空姐 或是說我想要當到總裁 但總裁一開始怎麼可能 一開始就讓你當總裁 你總是有一步一步的過程 如果你現在這個工作 都做不好的話 你怎麼像往外跳 往上上發展 而且我們現在 我們像中博跟我們在一起以後 其實我真的還滿喜歡 這個所謂的媒體這種 在目前這種工作 因為交到好多的這種朋友 你就跟中博這樣 我們每次有時候 這樣無聊的時候 兩個人還會蹲在外面 錄完以後說 剛剛錄得怎麼樣 還不錯… 剛剛講的話有什麼時候 會互相砥力求進步你知道嗎 然後在職場上如果能夠 第一個喜歡你的工作 第二個 能夠在跟職場裡面的 同事變成好朋友 是 那就很夢幻了 那就是最夢幻的工作啦 恭喜兩位啦 那中博 你的夢幻工作 說出來會被笑 所以沒關係 妳先答應我不能笑 妳想到護士嗎 妳想到護士嗎 護士我覺得妳比較適合 這個我從小到大呢 這個第一志願 資深媒體人 江中博的夢幻工作 究竟是什麼 核心價值滿符合 這個Paul說的這個 核心價值都沒變 對 只要是講的會 然後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的一些 工作跟其他 都是靠他自己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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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反應 你沒有秀出同仁化中自己 他的意思說我中心思想 都圍繞在女孩子身世 我要幫你拉回來 所以我從小到大呢 這個第一志願 本來是想要當 真的 我們兩個人可以當同學 我並沒有什麼宏偉的想法 我純粹只是想說 我可以見到很多漂亮的女孩子 喂 但是後來發現 自己的功課實在是 還是 自己實在是沒有辦法 沒有 後來發現自己實在是 沒有辦法進入醫學院 後來我的志願改 因為有閒念 對 不行 不是 就是可能也許就是說 這個書念的沒有那麼好 夢幻二 這個同仁就知道為什麼 還是那一種 還是可以看很多 可是身高部分 那應該就有身高的限制 怎麼樣 我怎麼樣 我們兩個都不行 我們兩個都不行 順便跟習俊明姐 會怕怕的一件事 當你被人家排舉歧視的時候 不要怕 就像我這樣 準備了 對啊 我就尊敬你了 對啊 不同意的 我就尊敬你了 姚希又來 後來 後來夜深人靜 靜止一照 不是 是靜止一照 發現說 算了 說得比唱得還好聽 還不如就只要說就好 說就好 對 對啦 對 所以棚人我就坐在這了 沒有啊 我倒覺得像 鍾伯他一直都口才啊 這個核心價值 滿符合這個Paul說的這個 核心價值都沒變 對 只要是講得會 然後你看 你有沒有看到很多的一些 工作跟其他 都是靠他這一講 都是口才 口才跟反應 你沒有秀出棚人化妝劑 他的意思是說 我中心思想 都圍繞在女孩子身上 我要把你貼 把你拉回來 你們自己拉回去 你們自己破坊 破坊 破坊 我把這個話拉回來講 也可以跟我們姐妹分享 就是說 這個是夢想 對啊 它是夢想不能當飯吃 對 畢竟這個 你適合做那些嗎 我剛才講書念不好啊 這個開飛機 那個英文要多六啊 對 最後還是要回到現實面 所以我也勉勵四位姐妹就說 你真正擅長的是什麼 比方說 如果你真的就是文書 非常的擅長 一直做下去沒有問題 那您如果在外商公司 做督察 督察 督察 如果我正要講督察 這樣變督察 然後到最後呢 你要變督察長 對不對 最後變嘟嘟好 對 嘟嘟好 牛這個節目 很好笑 他們三個現在都 對於現在的工作都好 很滿意 非常滿意 而且未來還有一些目標 正在進行的 對啊 現在的工作的性質是什麼 怎麼找到 我的工作性質是 幕後翻譯者嗎 妳所謂的幕後翻譯 是指什麼樣的 就是說 可能是我們今天上了這個節目 然後他會有越南文版 就是我們愛上街一家 是妳翻譯的 有一些 妳們 阿嬤 發好一點 而且很帥哥兩位這樣 越南的帥哥 沒有 我們會放柔柔的 妳這三個字會翻嗎 幹嘛 就以帥哥再扣就好 好 帥哥 超級帥 超級帥 是世界帥 對 那四個字比較難拗 好 繼續 原來是幕後翻譯 對 是 妳滿意這個工作嗎 我喜歡 對 滿意 很滿意 那在我們 我們有什麼講話的地方 需要改進 讓妳比較好翻的地方 不用了 我們只要維持性放就好 維持性放就好 那可以幫我們再加一點嗎 可以 當然可以 那翠衡呢 那我現在 我的工作是在 叫美容跟彩妝 對 然後呢 形象打理 還有呢 重點是我們公司 有一個就是我們時間管理 還有理財管理 理財管理 時間管理 對... 對 就是讓我們 一定要學習的這個 除了學習這個以外 妳又叫督導嘛 妳是不是要 底下妳要管理幾個工作 這個工作呢 就是我要培養我的 美容顧問 我的學生們就是 我在公司學習到什麼 我會跟他們分享 第一就是走出門 形象要好 不能素顏都出門 因為妳是一個美容顧問 妳是美容老師 那妳不能這樣素顏出門 那別人什麼想要跟你學習呢 就是第一 就是一出門就要打理得很好 然後要上妝 對... 第二就是我們的衣服 制服公司的套裝 就是妳沒有制服 妳可以穿整體的就是套裝 對 就是 第二就是 進來我們公司一定要學習 我們的賞品的知識 最合妳教了幾個學生呢 到目前為止 在全台灣有五十多個 超 那越何呢 我的話就是 我目前是還在研究所練習當中 所以我大部分的時間是 因為我已經是受惡了 所以要準備的東西就是 寫論文 所以寫論文這個過程的話 我覺得是應該滿有挑戰的 因為妳要去閱讀 非常非常多的文獻 閱讀了之後 妳才有一個題目出來寫出來 是 然後我的題目就是 希望可以跟靜茗姐妹們 有關的題目 關於就是教學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覺得當老師也是一個 要努力的過程 因為妳上課之前的話 妳要準備的工作是一個過程 妳要設計一個課程的時候 妳要怎麼樣讓小朋友 他有興趣上妳的課 他喜歡上妳的課 教小朋友跟教大人是不一樣的 教育心理 妳要掌握 這叫小朋友就不一樣 小朋友要秀秀他們的 小朋友他的那個注意力 只有十五分鐘 這麼短啊 所以妳要怎麼樣的安排個課程 讓他們喜歡的話 是一個挑戰 我跟鍾伯的注意力只有五分鐘 我比小孩不如 鍾伯如果在 我比較好奇想知道 妳論文到底想寫什麼 我目前全寫的那個論文 可以跟大家稍微講一下就是 邁向第二語教學 心靈明 懷文教學 心靈明 對 懷文教學 因為我讀的那個科系是 懷文教學 教材啊 所以那個 我目前看到市面上的教材 不管是教育部也好 還是新北市他們 做給寫妹們的那個教材也好 他們都站在第一語教學的模式 來寫這套教材 還沒有站在第二語教學的 觀點去寫 所以我希望 那是我的個人的經驗 然後學習到 就是可以寫個 適合寫妹們的教材 我覺得她真的是 很有教育的理想 那美萍 妳現在的工作是 因為我是目前就是家庭主婦 妳的工作叫 好好管理家就好 對 好好管理小孩就好了 就把小孩子照顧就好就好了 對 幫小孩子照顧好家 以後再說這樣 就我們這些姐妹的工作經驗 工作的性質也提供給我們的 電視機前面的新住民的姐妹們 對 觀眾們有一個參考 她怎麼想 她怎麼做 現在有什麼感覺 日後有什麼想法 那美萍呢 美萍妳覺得妳想要做的 哪一個夢幻的工作 強來我相當 家庭主婦美萍的夢幻工作 是什麼呢 就是有吃過這種所謂的自助餐 五星級飯店的自助餐 它不是說一排各式各樣 各國的料理都有 它只負責兩個那個 兩道菜 兩道菜 兩道菜裡面她就負責 很奇怪 每個人去她那邊的時候 其他的這個菜還滿滿的 就她那個都光了 拿出來 對 都很好吃 然後很多人一下就吃光 所以每次要一直補 本來從一個小小一間 這個路邊攤 我還吃過非常好吃 叫麻油 從一個小小路邊攤 現在已經變成有一個店面 而且每天高棚滿座 絡意不絕 然後你一進去 就看到她本身的那個 自己的這個照片放在這個 餐廳的門 那美萍呢 美萍妳覺得妳想要做的 哪一個夢幻的工作呢 常來我想當老闆娘 開店 對 開店 當老闆娘 開店 對 我發現台灣人喜歡 就是創意的料理 創意 各國的不同的料理 對 各國 對 那我想說是如果以後我想印尼料理 可能台灣就是衝刺料理 結合在一起 結合起來 對 結合起來 像我剛才那個台灣越南 對 開一家店 就是我想開這樣的店 因為美萍這個我有一個 還滿勵志的故事 之前我有一個朋友 他是印度來的 那時候他是在一個大飯店裡面 當一個就是小廚助理 因為很年輕剛來 然後大家不是有吃過這種 所謂的自助餐 五星級飯店的自助餐 他不是說一排各式各樣各國的料理 他只負責兩個那個 兩個那個 兩道菜 就印度很多一百道 兩道菜裡面他就負責 很奇怪 每個人去他那邊的時候 其他的這個菜還滿滿的 結果他那個都光了 就拿車廊 對 都很好 好吃嘛 然後很多一下就吃光 所以他每次要一直補… 然後其他同仁就說 煮那麼好吃幹什麼 就說你反而會幹嘛 因為更容易更快就沒有了 你一次要跑個五六趟 像我們這個煮一個 一天跑個兩趟就夠 你要一直煮… 他就說沒關係… 我就認真做 盡量做 結果現在 居然因為太好吃了 找到很多的一些台灣朋友 直接問他說 你要不要開餐廳 我幫你開餐廳 我來幫你的金主 你來當前面做 現在 本來從一個小小一間這個路邊攤 我還吃過非常好吃 叫麻油 他從一個小小路邊攤 現在已經變成有一個店面 而且每天高棚滿座 絡意不絕 然後你一進去 就看到他本身的那個 自己的這個照片 放在這個餐廳的門口 就挺挺這樣怎麼辦 對 這樣挺挺的 這樣很高很挺 音挺帥氣 你看 就只要你願意 只要你認真的話 其實都會有機會的 不過我給美瓶一個 這個就比較嚴肅的建議 好 你看喔 你的夢幻是關於烹飪 是… 其實我們台灣國內 有很多公立的就業服務單位 它現在跟很多的這個 職業學校合作 然後呢 你去 就先教你 比如說你喜歡做烹飪 教你怎麼烹飪 然後你會了之後 它是一條龍的服務 它還輔導你創業 比方說我舉個例 美瓶你會不會這個 會 會一點點會 對 所以就是說 當你學完畢之後呢 你還可以跟這個 就業服務單位講說 我想創業 他有專門輔導你如何創業 讓你不會損失太多的 那這樣子 美瓶 你的美夢 搞不好很快就可以 妳現在還在家裡嘛 對 還在家裡 那我剛好這個 因為這個兩位老師都在 我想有這個機會問一下 你說 比如說我將來以後 我想去打餐廳 就是上班還是進入他們的加盟 比如說王瓶 那我想說有什麼就是 免事的時候有什麼東西要修 要我準備 像是以美瓶目前的狀況來講的話 我會建議就是說 像我們剛剛中博哥有一些 輔導學校 就業學校 先去從事大概半年或三個月的一個 輔導跟一個學習 學習以後出來的 你應徵的就不是廚房助理了 你就可能可以應徵二廚 什麼叫二廚 二廚就是大廚在煮菜的時候 有一些菜他不能做 他可以教你怎麼樣去烹調烹飪 所以你第一個 就學到大廚的知識 知道台灣的口味怎麼樣 第二個你也可以學到它的技術 第三個最重要一點是 二廚的傾薪通常都三萬多塊 活生生就比你如果是 以廚房助理應徵 每個月多一萬塊 一萬多塊 一年可能就多到十二三萬 相對來講第一個 比較有保障 第二個 收入也比較高 第三個 能夠學到的東西比較多 第四個 你可以更了解 台灣人的口味以後要對你在自己 開所謂的美瓶美食店的時候呢 更能夠掌握到你客人的口味 我覺得這家應該是 你應該目前要去做的 是 那我回答美瓶呢 就直接 針對你剛剛講 你想要能夠進王品這家餐廳 那我對這個餐廳有一點了解 這家餐廳的老闆 他很愛說話 所以他也喜歡用愛說話的語言 所以美瓶想進入這家公司工作呢 第一 你要訓練自己很 口條 客人 很跟客人聊天 因為這家餐廳呢 從你點菜 一直到最後送甜點 那個服務人員 不是來講話 不是來講話 是這樣子的嗎 對 他會一直跟你講話 對 這是一個喔 你要很會講話 所以國語要練好 還有呢 勇於說話 第二個呢 當然對西餐一定要有些知識嘛 比方說筷子從 不是筷子 刀叉 從外面什麼弄進來啊等等 這個就像我剛才講的 公立的就業服務單位 跟直校合作 可以去學 第三個呢 我覺得美瓶滿符合的 細心 為什麼 這家餐廳 當客人站起來 往門那邊走的時候 距離門大概還剩 大概一兩公尺的時候 服務人員就要 把門打開 我也把它關起來 好 就是客人說 沒有 我在找 對 我在找廁所 我在找廁所 那也沒關係 至少他已經能夠 感受到你貼心的服務 那有沒有看身高 就我的了解 我們兩個最低標啦 當然 就我的了解 這家公司的老闆 因為他是一個很慈善的人 他做了不少慈善的事 所以我相信在身高這部分呢 絕對不會射到這種口感 那太棒了 對 如果說真的遇到一些困難 你就把我今天講這段話 播給他看 我們請戴老闆注意一下 請打個電話 請打個電話 其實我覺得美平啊 你可以打電話問移民署那邊 移民署有一個計畫叫火炬計畫 是 都會提供你可以開店啊 還有學習 鋒韌的很多 對 你可以去問一下 對 就是我講的那一個 你們比我們一樣 是 對 而且 郭友美平這個笑容 客人進來就已經開心一半了 是 笑容是不管高 身高不是必要 但笑容是必備的 對 這樣我可以放線了 我們看喔 世榮也好 或者是翠恆 或者是月和 美平 他們現在三個 他們三個現在都 其實對於現在的工作都好 很滿意 很滿意 非常滿意 而且未來還有一些目標 正在進行的啊 那美平呢 現在已經有目標 我們兩位專家 然後呢 剛剛小桃子也有講 其實在移民署都有相關的資源 可以讓你一步一步一步 達到你的夢幻的影響 好 希望 好 我們在這 台灣在這裡 沒有歧視 給你很多的資源 不要先想這個事情 先讓心放空 然後跟大家 努力的再溝通 對 其實用溝通 什麼東西都可以解決的 最後補充一個 是 因為四位分享了 這樣的工作經驗 是 那我相信電視機前面很多新住民的姐妹 是 您可能也還在找工作 但是找工作有時候 這個不如意十之八九 如果你已經有十二週 就是十二個星期 十二個星期了 沒有工作 然後呢 你到了我剛剛所說的 公立的就業服務單位 請她幫你 媒介 媒合 她幫你媒合了十四天 這十四天之內 幫你媒合了三次 也都沒有成功的話 可以領 就這個所謂的失業的一個補助 今天 每小時 每小時是九十多塊起跳 但是要補了中低收入補 對 但是 你必須是中低收入補 沒錯 然後還有就是最高 可以一個月領到一百多個小時 最長可以領半年 這個我們必須要把這個福利 告訴大家 對 而且它是幫助你 在進入社會的時候很多資源 對 然後甚至有提供資訊 讓你選擇可以去上課 是 所以不見得是說 只有原來你所想像的那個工作 可以做 還有很多的選擇 好 我們就足夢踏實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